在英國來說 就沒有說自己要組內閣 即是我不需要找所有人組一團 才去申請參加學生會 在英國來說 通常是個別申請 當年我當學生會會長時 都是自己進入申請 然後自己投票給我 就成為學生會會長 取了本地學生會後 我們英國也有一個全國的學生會 就叫做NUS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如果你想繼續在學生會 幫助學生的話 也可以考慮 做完學生會的Supportical之後 再去NUS 咦 我剛剛說了一個字 叫Supportical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在英國的學生會 當你做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職位 其實他們是要求你全職去做這個職位 所以當年我是停學了一年 或者畢業之後才去做這個職位